今天是残奥会的第六个比赛日 今天的田径项目上半段比赛一共产生了六枚金牌 中国选手李端在男子三级跳远F11级的决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另外中国队分别在女子千秋F3536级和男子100米T38级的比赛中夺得两枚银牌 在男子三级跳远F11级的比赛中 上届残奥会冠军中国选手李端与他的引导员再次站在了赛场上 F11级是势力残疾选手中伤残程度最重的 双眼无光感属于全盲 所以在比赛中他的引导员站在跳区 用机掌的声音引导他跑向正确的方向 并在合适的时间起跳 李端在第二跳就跳出了13米33的成绩 超越了自己保持的残奥会记录 最终以13米71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冠 阿赛败江的泽伊尼丁比拉洛夫和西班牙的哈维尔波拉斯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20岁的小将吴晴 9号在女子铁饼F3536级比赛中 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 今天他与队友白旭红 又站在了相同级别牵球比赛的赛场上 他的状态非常好 第二头就越过9米大关 投出9米08的成绩 处于第一的位置 然而来自乌克兰的2110号选手 马尔齐克发挥出色 第四头和第五头 均投出了9米33 获世界纪录的成绩 吴晴虽然在最后的第六头 再次突破9米 但仍然没能够超越乌克兰选手 最终他以9米13的成绩获得银牌 参加男子100米T38级决赛的 都是脑瘫痪肿中 伤痰成就最轻的运动员 中国选手周文俊 被排在第二岛 今天的比赛 他的起跑非常好 在所有选手中处于领先位置 但是30米过后 第六道的澳大利亚选手奥汉龙开始加速 并最终超过周文俊 第一个冲过中点线 他跑出的10秒96的成绩 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周文俊跑出11秒14的成绩 获得亚军 乌克兰选手 前世界纪录保持者 谢尼克获得季军 随后站在100米跑道上的是 女子T37级的选手们 第四赛道的澳大利亚选手 麦金托什 是这个级别100米的世界纪录 和残奥会记录的保持者 今天的比赛 他从起跑开始就处于领先 并最终第一个冲过中点 以14秒14的成绩获得冠军 乌克兰和德国选手 分裂二三位